你想要买哪边的房 我其实也没决定啦 但我想先好奇的问你一下 预售屋 新城屋 如果是你会推荐大家买哪一种 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理财观点 你就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 如果的话一定会推荐买预售屋 为什么 那对于地区选择好的建商的话 其实就在锁住一个价格 举例好了 如果是预售屋 它是10年后才交屋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 10年交屋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你先用现在的房价 锁住未来的价格 10年后的房价有可能不涨 台湾从民国建国以来 每年房价都在涨 10年后的价格是多少 你到10年后的时候 那它的工程款 也比较晚还比较 如果没有说这样急迫的 制度需求的话 一律是推荐买预售屋 建商一定要挑对 预售有好多陷阱中人诈骗 烂尾楼格局不对的风险 当然是预售早鸟价不香吗 也许是金不香的 对 预测 恨 致 不中选 明镇